大家好我們現在在美國的猶他州 那猶他州它其實是一個地勢還蠻高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就是非常漂亮的一個風景 那這個地方我們今天來試駕是在半山搖 這個地方我們當然是要試駕的是SUV車款 SUV車款這次為大家介紹的是全新的GLS 全新的GLS有幾項產品重點 因為在出發前 原廠他為我們做產品介紹的時候有告訴我們大家說 他其實目標是希望打造SUV的S-Class SUV的S-Class這聽起來好像很厲害 厲害的部分就是他其實在很多科技配備 在舒適性配備上都有做出新世代的一個調整 另外一個就是他在整個車格有做出一個放大 放大之後他同時擁有了出色的空間 再來是這次動力單元也做出一些調整 因為這次試駕我們的第一個時間比較短 另外一個是台灣市場的部分 目前是會導入的350D 那這樣的一個設定 這一次原廠並沒有提供這些車款試駕 所以我們今天試駕到的是400D 那400D這台車台灣市場到時候還不會引進 所以我們這次的影片就不會介紹太詳盡的一個 在整個動力的表現或是操控的一個感覺 我們這次呢就為大家介紹比較產品面向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現在來為大家介紹一下外觀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新世代的GLS 注意看一下就是這個頭燈的部分 那頭燈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是一道兩道三道 那這個呢跟新世代的S-Class是一樣的 另外一個大家看到就是這一次的水箱護照 它其實做一樣是家族化的概念 所以比較前略的一個設計 甚至於有給人家當年ML的一個設計 那我們現在為大家介紹一下尾燈 尾燈的部分同樣也是這次新世代的一個 家族化設計的概念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這樣區塊的一個設計 而且它一樣是三道式的一個設計 所以呢現在家族化的設計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何從家族化的設計概念中做出一些調整 讓你在視覺上的辨識會有比較大的一個辨識程度 這考驗設計師的一個功力 那我們這一次呢一樣 大家就是之前為大家介紹過所謂的MBUX 那這一次呢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發動車子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系統介面 它其實就是MBUX 那MBUX的部分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它就是所謂的聲控功能 所以呢我們現在為大家 來介紹一下聲控的功能 好 好 Pay Mercedes How may I help you? Play some music What music would you like to listen to?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的人在美國 那在美國的時候 它當然就是支援英文的部分 那英文的部分 所以我就剛問它說 可不可以播放一些音樂 那它就會問我說 那它現在也在告訴我說 到底要怎麼使用 這是MBUX的一個優勢 之前我們有跟大家介紹過 它其實是一個 還在學習的一個 類似像AI的模式 那Database越來越豐富的話 它的整個操作的部分 就會越來越順暢 但是呢 我們要為大家介紹 另外一項重要的功能呢 叫E-Active Body Control 那這個功能呢 就是為什麼它說這一次 新世代的GLS會朝向 所謂的S-Class方向前進 因為呢 大家可以知道 像以前的S-Class 它有一個叫Magic Body Control 那Magic Body Control 其實就是在整個舒適性 是會讓你 大家開車的時候 它這樣子 然後它會 調整舒適的懸吊 讓你的車身平整性 就是在開車的時候 它是比較順暢的 那你不會覺得說 好像會有上下起伏的一個狀況 它會是路面的狀況去做調整 所以呢 E-Active Body Control 就在這一次的新世代GLS上面 它也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功能 不過呢 要使用這個功能 當然就是除了在路上行駛的一個狀況之外呢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 實際上它也可以做 在原地做一個示範 它有兩種功能 一個呢 叫做Free Driving的一個功能 那Free Driving其實就是一個 沙地脫困的一個方式 那另外一個功能呢 叫做Independent Suspension 那Independent Suspension的時候 大家可以上下調整 那怎麼弄呢 我們來現在操作一次給大家看 第一個呢我們要先將駕駛模式 選擇在 Off-road的模式 那在Off-road模式下呢 它其實另外一個是 我需要把車子進入 D檔 那在D檔的時候呢 我們進入 Setting 在設定裡面 設定裡面 設定裡面有一個 Assistant Assistant裡面有一個 Off-road Assistant 好 我們先來跳一次給大家看 好那現在車子就是在跳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鏡頭在搖晃 其實是 大家這邊玩耍這樣 其實 好 那這個是給大家脫困用的啦 那再回去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這次要問大家介紹 叫Individual Wheel Control 那它這一次 它之前的設定是要用這樣子 懸吊的設定是高低起伏 那這一次它做了一個改良 是我可以直接透過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在 前輪的左側我把它降低 那我也把後輪的左側做降低 所以現在整台車呢 是朝左偏就是 大家現在車子現在是這樣左偏的部分 那我也可以把右邊升到最高 所以整台車就會變斜斜的 那既然朝下S-Class的前進 那當然就是後排座椅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坐在後排的座椅 那其實 剛前面的駕駛座是我的位置 那現在包含了整個 腿部、西部空間 再來頭部空間 其實都非常的寬裕 那另外一個呢就是 它在這一次也增加了許多豪華性的配備 那這些豪華性的配備 所以說豪華其實就是 將MBUX擺到後面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這邊有一個螢幕 那這個螢幕呢其實就是MBUX的一個介面 所以我一樣可以做出很多的一個調整 包含了音樂啦 包含了舒服這個模式 那它其實這一次同樣也是 將所謂的 舒活套件也是有列入配備之內 另外一個是跟大家講的是 像這個MBUX的駕駛介面 這一塊其實都是選的 那選的部分呢大家就可以透過這些功能呢 來使用這個東西 那你看 這邊它其實還有一台iPad 那iPad之外呢它這邊也有所謂的 無線充電的功能 這個呢原本就是屬於駕駛座才有的一個 但是它現在這一次呢也加上了這些配備 透過這些配備呢大家可以感到就是 這真的是一台老闆的座駕 還有一個呢是其實座椅的設定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台的座椅 這是一個2 其實中間是一個小朋友的比較小的一個座椅 但是它其實就是一個 你要講它是2 3也是可以啦 但是這3的部分可能就是小朋友座 但另外一個呢就是 這個座椅其實它是選的 所以就是2加3加2的話它是7座 那我們今天早上試駕的那台400D呢 它其實是6座 6座的部分就是222 那未來台灣的市場的部分 應該會列為選配 也就是說大家想要什麼樣的一個套件 什麼樣的一個舒適性的功能 大家可以自己選擇 另外一個呢要跟大家講的是說 它其實出風口 出風口 這幾個都是舒適性的部分 那再來是第三排座椅 因為GLS它其實是正漆座的一個概念 那正漆座的部分再加上它這次 把整個車身尺碼都放大了 所以第三排座椅 它其實整個舒適性也當然是要做出提升 所以呢 Mercedes-Benz它原廠有告訴我們大家說 這次在第三排也有 第三排的專屬出風口 另外一個呢就是它所謂的USB 那USB的插座全車總共有17個 包含了第三排它一樣有這樣的一個功能 還有一個最棒的事情就是 它的第三排座椅呢 可以用電動操作 所以大家只要按下按鈕部分它就會傾倒 它就會傾倒 所以在使用空間的便利性跟舒適性上也大幅的提升 這次原廠安排的行程總共是 其實分成上午的一個試駕的活動 然後下午的部分它其實是一個offroad的模式 那offroad模式其實跟一般我們想像中去一個場地 offroad也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是進到猶他州的一個國家公園裡面去offroad 那offroad裡面的場地跟裡面的環境非常的天然 那當然也考驗著車子 這次呢最主要是有EXE Body Control這樣的一個系統 那這套系統呢其實在整個offroad模式下非常非常的舒適 過一些坑洞的時候它透過系統精密的計算 它可以降低整個彈跳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在整個駕乘起來的感覺其實非常的舒適 那這也是為什麼車上同行人員都睡著的原因 因為整個路程上他們感覺上非常的舒適 回到台灣市場的部分呢 我們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是 我們這次試駕為什麼我一直跟大家講EXE Body Control 可是有一個小問題是說 這套系統因為它其實是透過有了鋰電池 那鋰電池去供輸懸吊系統上面的四顆馬達 那這四顆馬達可以去做調整 隨時做迅速的調整跟減緩整個震動的一個狀況 所以呢這套系統非常的貴 但是如果沒有這樣子的EXE Body Control的一個配備的時候 那其實大家也還是可以享受到它舒適 以及科技化的一個感受 那GLS它是7座 那這樣其實相對來說它也非常適合家庭的一個選擇跟取向 所以呢如果到時候進到台灣的話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做做看 如果GLS太大的話 那還是選GLE就好了 因為我覺得GLE在台灣比較適合 鋰電池就好看 不太適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